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虛擬銀行 虛擬銀行香港有八家 八家現在全部都是在投資期和虧本 但是它的增長都很快 有幾十萬的用戶已經登記了 虛擬銀行和實體銀行的分別是什麼呢 虛擬銀行就是它沒有門店 即是它沒有零售點 全部都是在手機或者電腦那裡去進行 即是你存錢進去也好 你提款也好 全部都是用Apps去處理 那麼他們的目標的用戶 其實就是在講Z世代 而且世代就是九五年後出生的人 那麼在講九五年後出生的人 大概是在講 大概是二十五歲 去留下 他們是習慣了不到實體點 他們是認同了所有的東西 可以在手機或者在手機那裡進行 所以以一些傳統的人 即是四五十歲的人的思維去看 就會覺得穩不穩陣的 可以不可以的 其實就是等同我們以前銀行再前身 一些銀號或者一些標局 或者一些任何不同的東西 做會什麼東西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們那個年代 他們會是信任一些 他們認同的東西 即是他們成長 習慣了的東西 那麼新時代新人物 就認同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 存在就即是有它的道理 那麼我覺得虛擬銀行 未來一定是會贏到實體銀行 就是等於十幾年前 馬雲說虛擬網上的商店 會贏實體商店一樣 就是看那個視野問題 這個是必然的 即是我覺得不需要質疑 所以我覺得都很奇怪 即是香港最大間英資銀行 竟然不去拿虛擬銀行的牌照 我覺得是有少少匪夷所思 因為就算是虧本 我都會去投他 當他真的跑出的時候 你跟不到那個邊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浪費了些機會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 現在實體銀行去開戶口 是非常之難的 即是以前你那個身份證 隨時就開了戶口 但是今時今日 你又要這樣 又要買理財產品 又要去等批覆 尤其是 因為很多那些叫做 compliance要過 但是我覺得compliance 即是那個合規是要過 但是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可以用了人工智能 Fintech的技術去幫助 但是我始終都不明白 因為為什麼要做到門檻這麼高 究竟是成本問題 還是行業出現了一些 那些不夠領導的思維去令到那個業界跟進不了 那這個我覺得是挺嚴重的 因為新的 即是無論是股票開戶口也好 銀行開戶口 你會見到一些龍頭 搶到很多生意回來的那些 它可以將很多東西簡化得到 為什麼人家會簡化得到 你簡化不了呢 那個癥結問題在哪裡 過了時間一長的時候 那些老人家死了 剩下一些新的人 你一定會受淘汰 今天想說的虛擬銀行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